今日的AT个股推介第一个是领展823甲 选选原因是领展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的2022财政年度 业绩明显已经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重拾增长势头 第二是香港意外物业对领展业绩的贡献占比也会继续提升 并且为未来两年提供增长动力 第三是领展现价的估值吸引未完全反映复甦因素 事机作长线吸纳直播率高 领展现价估值未尽反映复甦因素 占有不妨以今日的开市价买入第一注 如果基金价格在职后回调到60元以下 可以加多两倍注码买入第二注 初步目标是看70元关 之后看券商平均目标价附近大概83元的水平 第二只港股推介是润啤291 公司上半年表现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大收入增长仍然稳定 成本控制和营运效率也良好 下半年开局销量即重回正增长 在成本压力预期减轻下 公司可望提高一线 华润啤酒是华润集团旗下主要从事生产 和分销啤酒产品业务上市公司 云啤上月公布中期业绩 今年上半年营业额 按年上升7%至210亿元人民币 整体啤酒销量较去年同期轻微下跌0.7% 但当中次高档次以上的啤酒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 产品结构持续提升 管理层亦提出2023至2025年度的三年计划 公司将会专注提升盈利能力 以及成为高端啤酒行业第一目标 另外润啤亦希望通过投资和白酒公司合作 进入高端和次高端白酒市场 目标是3至5年内 实现最少100亿元白酒收入 参考彭博综合预测 润啤2022和2023年 预测每股盈利增长分别是 负8.6%和24.5% 预测市盈率分别是37倍和30倍 预测股息率分别是1.1厘和1.3厘 建议54元买入 目标先看64元 指涉价定在50元 至于美股大市上面对不确定性 投资者应该等议息后再作部署 不用急于入市 想找个股就有几个可以留意的 先看Netflix 公司广告订阅计划的消息有更新的 所以令到股价表现上星期较为硬正 公司预期在今年第三季用户 将会重拾正增长100万 如果真的做到的股价有机会尝试 保回今年4月的大型下跌烈口 第二只推介是星巴克 美股的编号是SBUX 刚刚公布了三年计划 去推动未来增长 其中在中国计划在未来三年 新开3000间门店 即是去到2025年 门店的总数增加到9000家 并且实现收入倍 由于内地仍然有不少疫情措施 星巴克的计划相当进取 但市场看来也挺受落 实际上公司业务表现过去一向 都交到功课 股价在去年7月见顶后 今年一直下跌 是去到近两个月才出现反弹 即使以现时大约26倍PE 对比近几年也不算贵 第三只可以留意的美股是Lululemon 编号是LULU 公司截至7月底为止 第二个财政季度 正收入按年上升29%至18.7亿美元 好过市场预期 并调整每股摊薄盈利增幅 是33%至2.2美元 亦是好过市场预期 另外Lululemon早前定下 Power of 3增长策略提早达成目标 于是随即定下Power of 3乘以的策略 目标是2026年度 正收入再回一回 去到就是125亿美元 而之前的三大指标为止 亦即是蓝装收入再倍增 电商收入再倍增 以及国际业务收入再升4倍 Lululemon如果PE跌到30倍左右 便可考虑吸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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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